我只是觉得 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两面性 或者多面性 你看到他的那一面 并不是他完全的那一面 一定还有别的东西瞒着你 对 就是这种东西 我叫Ken Ken 男孩子的名字 也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去Ken 我有故事的 圣经里面 被遗弃的孩子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 爱他 从小我爸就要灌输我 听交响音乐 但是 自从我有自己的思想以后 我不是觉得交响音乐不好 是我觉得 我爸爸老是硬要我听 他越是要我听 我越是不要听 我现在活在我这一代 我有自己现在影响我的 我的那些摇滚的 Punk R&B Hip-Hop都会听 他们骨子里面 永远还是透露着那些 就是那些很自我 自我欣赏 自我爱恋 自我陶醉的那种感觉 打篮球 在这个场上 基本上全都是男生 你能在这个场上看到一个女生 你就会觉得 是稀有动物一样 他们只要把手一伸 我完全就可以成了 没办法 人太矮了 手太少了 不要紧 我会用自己来证明给他们看 外国人他们打那个街球真的很多 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纷争 他们可以用街球来解决 转身的时候感觉很帅 这样的转身 现在的成功率比以前高多了 球 但是 我 我总是还是在练 我年轻时候 那个时候很喜欢很喜欢Hip-Hop 但是那个时候 我周围没有这个圈子玩Hip-Hop Hip-Hop的文化 在上海在中国根本就还没 没有成型 是婴儿中的婴儿 而且跳舞的时候 流汗的 真的 全身都在中 那种 死我了天的感觉 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 有多少夜 痛苦烦恼 就你无法入睡 喵喵 来打个招呼喵喵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是双面性的 我也有我自己的另外一面 我每个阶段都有我每个阶段的想法 每个阶段我会总结一句话 没有安心 没有爱 没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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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好 没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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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 因为为什么我写英文 而不写中文呢 因为我如果写了中文的话 我爸爸妈妈会看到 他们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吼出来 我只是想表达出来 没有去做 没有踏出那一步 那个局面就等于 你不应该去读那个高中 应该 应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做自己喜欢的专业 为什么那个时候 没有跟父母唱 我真的能把那个Login 贴掉的话 真的去做吧 我现在活着 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活的 我还有生我养我的父母 特别是我妈妈 其实我妈妈很理解我 就是她可以用她年轻的心态 来想我现在年轻的心态 就是她年轻的时候 她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就一直在矛盾 一直在挣扎 哲学果然说得好 矛盾无处不在 矛盾死死存在 现在特别想迈出第一步 就是突破自己 就像我在篮球场上的感觉一样 我都已经突破了 那么多障碍了 为什么在生活上不能呢 我不相信老程 我相信我自己 我当然过来 他们远到 我们也Stepn 我们再见 到 Further 我们在镇疫苍